皮城执法官位与暴走罗莉金克斯姐妹俩从小生活在地下城祖安 祖安虽然就位于皮城周边的峡谷之下 但是和被称为瓦洛兰大陆科技商业中心的皮城不同 祖安一直都笼罩在雾霾遮蔽的暮色中 各种地下文化的交融与黑市交易 让她成为了头顶那座城市的黑暗镜面 这天我也带着金克斯等人潜入了繁荣的皮城 几个孩子在城市的高楼之间穿梭攀爬 此时年幼的金克斯还没封 作为几个孩子中年纪最小也是最胆小的 其他孩子觉得小金克斯能力太弱总是瞧不起他 不过作为姐姐的位还是很关心他的 很快一些人来到了目标地点 为直接一脚破门招呼大家搜罗屋内之前的东西 从屋内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公式可以推断出屋子的主人是搞发明的 金克斯推胎礼物的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箱子 里面装着几颗闪闪发光的蓝色宝石 但是就在这时 楼外传来声音是这家的主人回来了 金克斯急忙将箱子里的蓝色宝石装进口袋 但是慌乱中一颗宝石不胜掉落 小小的宝石一路滚动 最终撞上墙壁居然发生了爆炸 爆炸之大甚至连整栋建筑都开始坍塌 大量皮城警卫纹生打来 还好为何金克斯等人最后通过下水道成功逃脱 其实这种蕴含着巨大能量的宝石是海格斯科技宝石 而那个屋子的主人就是未来守护者杰斯 如今的杰斯还是学院的学生 为他们听到门外的动静 刚好是杰斯带着皮圣女警凯特林来家中坐坐 与此同时地下城组安的黑巷酒吧里 一起地下交易正在进行着 明摆着两个外地人想要讹老实巴交的眼睛小哥 这时酒吧老板走了过来 只凭养三句话就摆平了这起争端 酒吧老板名叫范德尔 这座庞大的地下城这是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而为何金克斯也是他带大的 如今范德尔已经听说了白天皮城的爆炸案 有私的孩子逃离了现场 范德尔是太了解孩子们了 一想就知道是他们干的 范德尔很生气 作为组安的老大 他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 如今几个孩子惹恼了皮城 惊动皮城之法官就麻烦了 不过当范德尔听会说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把偷来的东西弄丢了 至少没什么能够证明 他们和皮城的爆炸案有关系 原来白天的时候通过下水道 成功回到地下城的卫一行人 就遭遇了一个黄毛想要分一杯羹 瞬间双方站成一团 最终金克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将战利品丢进了河里 范德尔却为他们最近消停点 皮城爆炸案再加上 居然有人赶在地下城对自己的孩子下手 今天发生的事显然不简单 那么这就要追溯下 是谁告诉为他们这次行动的目标点的 原来这个情报 是从正在本所的杂货店打工的小男孩口中得知的 至于这个小男孩 其实正是年幼的时间刺客艾客 在地下城祖安 还隐藏着一股黑暗势力 这个叫希尔科的人 正是一切的幕后大反派 首先他将消息放出去 另用艾客将目标传递给位 然后在他们得手后 蜜莉手下黄毛将战利品抢过来 至于他真正想要的 其实正是那几颗海格斯科技宝石 因为把战利品弄丢了 再加上其他小伙伴的冷嘲热讽 小金克斯很难过 于是姐姐会把他带到了天台 开导了一番 这时金克斯才想起自己口袋里的那些宝石 联系白天发生了事 魏力马就意识到 这些蓝色宝石不一般 他让金克斯不要将宝石的事告诉别人 就当是他们俩的小秘密 在未来守护者杰斯年幼的时候 母亲带着他在暴风雪中艰难前行 终于母亲撑不下去了 倒在雪地中奄奄一息 这时符文法师瑞兹出现 并有手中的蓝色石头催动能量 另一只手挥动全杖 一个取近折月 将杰斯和他妈妈送到了一片温暖的大地 也正是这次经历 让杰斯对魔法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如今作为皮城学院的学生 一直在暗中研究科学魔法 不过在如今的皮城 魔法是被禁止的 杰斯加了这起爆炸 让他的违禁实验曝光 于是杰斯就这么被送进了监狱 晚上皮城学院的大发明家 黑莫丁格教授前来看望他 面对自己的恩师 杰斯向他坦白的自己 发现了一种神奇的宝石 利用这种宝石 就可以用科学控制魔法 不过 黑莫丁格奉劝杰斯 如果想要被从轻发落 在聆听的审探会上 就千万不要提进魔法 另一边 地下城祖安 为何金克斯等人 听从范德尔的安排 藏在了一个废弃的电玩城里 而窗外皮城的执法官 正在盘查每个人 果然没多久 执法官就发现了他们 要是被执法官发现 金克斯口袋里的蓝色宝石就糟了 还好会反应及时 拉了电闸 几个人才侥幸逃脱 看来这几天祖安人民 天天被皮城执法官 搞得不得安宁 皮城与祖安的平衡 已经被打破 但是如今身为祖安领袖的范德尔 深知这么多年来 两城的和平来之不易 当年是他带领着大家和皮城开战 结果换来的是 祖安人民的家破人亡 后来范德尔和皮城的执法官 达成私下交易 皮城与祖安 才得以和平相处 而如今局面已经失控 必须想办法了结这一切了 第二天的审判会上 杰斯接受着众议员的审问 一开始杰斯 按照亨默丁格教授说的那样 只字不提魔法的事 而且还表示 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科研之路 不过在议会成员中 有一个黑姐 他不停的质疑杰斯的研究 甚至把他说的一文不值 写着黑姐的一顿激将法 杰斯终于忍不住了 他脱口而出 自己想要创造魔法 魔法在皮城可是禁忌 这下纵然黑莫丁格教授 想帮他也已经为时已晚 最终议会宣布 杰斯被皮城学院除名 让他回家由父母严家看管 如今研究科学魔法的 毕生梦想就此破灭 原本资助杰斯学业的凯特林一家 也与杰斯划清界线 绝望了杰斯 想要一跃而下一死了之 不过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喊住了他 而这个人 这是机械先驱维克多 此时的维克多 是黑莫丁格教授的助手 来自祖安的他 又穷又全 在皮城处处受排挤 而维克多在祖安的老师 其实正是炼金术士心积德 或许是从小生活 在被污染的城市下游地区 年纪轻轻身体就垮了 而这也将为他之后成为机械先驱 埋下伏笔 至于如今来到皮城的维克多 虽然一直很想成就一番事业 但是一直找不到方向 自从他听到杰斯 关于科学魔法的描述后 非常感兴趣 于是偷偷将杰斯那本本 打算销毁的研究笔记 带了过来 他想要帮助杰斯 完成海克斯科技的研究 生死关头 也正是维克多的一番 发自肺腑的告白 让杰斯重量了信心 而之后两人也将携手改变皮城 乃至整个世界走向 皮城执法官位 与抱走罗莉金克斯姐妹俩的养父 祖安的老大范德尔 就这么在两个孩子面前离开了人世 也正是小金克斯的这次好心办坏事 被我彻底疯了 然而为了防止杰斯研究的危险品 入到地下城祖安 皮城和执法官 他使不幸一切代价的前往祖安寻找犯人 祖安与皮城的矛盾越发激化 为了防止一出即发的战争 事为祖安老大的范德尔决定站出来 替孩子们顶醉 但是范德尔刚跟着执法官走出大门 急声枪响 皮城执法官被喝了生化药剂变异的黄毛秒杀 幕后大反派希尔科出现在范德尔面前 原来 希尔科和范德尔曾经也是并肩作战的好兄弟 为了祖安 两人曾经有着共同的愿景 但是这中因为理念不同反目成仇 如今希尔科沉寂多年 终于由炼金数十星级德研发的生化药剂获得了成功 只要喝下药剂就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希尔科希望范德尔喝下药水再次和他统一战线 不过范德尔依然拒绝了 为打紧交上了小伙伴去营救范德尔 不过这次的任务实在太危险了 肯定不能带上小金克斯 很快为等人找到了希尔科的老巢 但是这其实是希尔科设下的陷阱 果然很快希尔科带着一群手下包围了他们 黄毛也再次喝下生化药剂变异 还好 一边为利用铁门抵挡希尔科的手下 另外两个小伙伴一个帮范德尔解镣铐 因一个凿墙 眼看着营救行动即将成功 但是就在这时小金克斯跑了过来 这次他用所有海格斯宝石 组装成为一个小猴子炸弹 唉 虽然金克斯是想来帮忙的 但是他的这一举动是惹下了大祸 随着炸弹爆炸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虽然希尔科的老巢被炸毁了 但是或许是隔了一道门 他的手下一个没死 未被压在铁门下 他的两个小伙伴直接被炸死 范德尔站起身来苦战便衣黄毛 但是生化药剂实在是太厉害了 范德尔完全不是黄毛的对手 结果刚站起身来 就被希尔科一个被刺 推了下去 如今奄奄一息的范德尔 拿起地上的生化药剂 直接喝了下去 便衣的范德尔三两下干掉黄毛 面对前方希尔科 看到后方这起火的房间 范德尔平复了一下情绪 抱起被铁门压住的胃 从火海中跳了出来 此时从后面走出来的小金克斯 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失业得意的说自己成功了 但是他们的养父范德尔 就这么在他们面前离开了人世 虽然范德尔在临死前 还不忘让魏好好照顾金克斯 但是无法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变故 压抑不住怒火的魏 还是给了金克斯一巴掌 然后转身离开 想去平复下心情 但是就在这时 希尔科带着手下 出现在了金克斯面前 魏刚想去救金克斯时 居然被一个皮绳执法官 迷运带走了 而此时的金克斯已经彻底疯了 他以为姐姐魏抛弃了自己 一头栽进了希尔科怀里 另一边 未来守护者杰斯与机械先驱 维格多强强联手 终于完成了海克斯科技 为了验证他们的成果 两人决定撑了夜色 潜入皮城学院实验室 但是就在他们开门之际 皮城的黑姐意愿 出现在他们面前 不过这次 黑姐打算给他们一次机会 甚至主动帮他们引开了警卫 忽然随着一阵蓝色能量的爆发 杰斯与维格多的实验成功了 随后赶来的黑莫丁格教授 大受震惊 黑姐意愿宣布 是时候开启皮城的魔法纪元了 时光飞逝 皮城迎来了庆祝成立 200周年的进化日 世界各地的人们 汇聚在了这里 自从未来守护者杰斯 与机械先驱维格多 完成了海克斯科技 短短几年 皮城蓬勃发展 特别是跨空间传送的 海克斯飞门 让皮城的商品 卖到了世界各地 而杰斯也成为了皮城的大名人 不过就算公务繁忙 杰斯也不忘抽空 和皮城女警凯特林打情骂俏 还邀请凯特林晚上 去看他关于皮城新科技的演讲 今年大发明家黑莫丁格 推举二线 第一次让杰斯担起了演讲的重任 而且如今杰斯 已经发明出了 稳定版的海克斯宝石 这个小小的宝石 提供了恐怖的能量 可以驱动阿特拉斯全套 轻而易举的捏碎银石 也可以驱动阿特拉斯 找发射的射线 切割金属 杰斯想要在演讲时 公开自己的这项发明 让海克斯科技 成为打造新世界的工具 不过 黑莫丁格觉得 如果将这种力量 交给普罗大众是有风险的 至少再潜心研究个十年 黑莫丁格不支持自己 杰斯多少还是有点沮丧的 相比黑莫丁格的保守 一元黑姐就寂静得多 黑姐鼓励杰斯勇敢发布新技术 而且不光是他 好几个投资人都等着 看杰斯的新技术呢 终于来到了演讲现场 听了黑姐的话 原本杰斯是准备公布 稳定版海克斯宝石的 不过话到嘴边 想起了黑莫丁格的顾虑 最后还是把话咽了下去 另一边 如今的地下城祖安 希尔克已经成为了这里的老大 长大后的金克斯 成为他的盖女儿 而原本分端手下的那个女胖胖 也成为了希尔克的左宝右臂 当初希尔克喊了要和皮城开战 拢入了一帮人 结果自己上位后 还是走了范德尔的老路 和皮城达成私下交易 后续两城的和平 今天女胖胖又带着一群手下 来到海克斯飞门 照例一包金币 说马警卫 念玉手下开始走私祖安的特产 生化药剂微光 不过就在这时 一群被称作野火帮的人出现了 他们三两下控制住了女胖胖等人 试图抢夺微光 不过就在这时 金克斯登场 就算已经长大 但是金克斯小时候 被姐姐未抛弃的心理阴影依然在 对面一个长得像魏的人 让金克斯瞬间疯狂 趁着夜色 精神势场的金克斯 再次来到了皮城 他设下炸弹陷阱 一下炸死六人 女警凯特林也在这次爆炸中深受重伤 而且最关键的是 杰斯没有发布的稳定版海克斯宝石 也被金克斯偷走了 虽然一开始 希尔科很生气金克斯的这次入网行动 但是当他看到金克斯带回来的 这颗海克斯宝石时 他明白了 这次爆炸案 让皮城和祖安再次陷入了危局 杰斯主动摆下责任 甚至将议会申请暂停 所有海克斯科技的研发 贯停实验室 金链厂和海克斯飞门 不过如今的海克斯科技 直接影响着皮城的经济 各个议员的家族都有利益相关 面对如此两难的局面 黑姐提议 如新增一个议员席位 让杰斯成为议员 负责海克斯项目的安全 提升预警 凯特林开始调查这起爆炸案 他觉得这和上次的走私案 留下了同样的涂鸦 应该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一是根据线索来到了进水监狱 在走私案中 被金链厂的无差别攻击 打伤了人就被关在这 但是此时 这个人已没打得不省人事 而打他的人 就是消失多年的魏 自从魏在小巷被掳走 这么多年来 一直被关在进水监狱 直到如今皮城女警凯特林 找到了他 魏一眼就认出了 皮城走私案和爆炸案中 金链厂留下的涂鸦 两人一拍即合 魏陪凯特林 前往地下城组案走一趟 而凯特林则将魏保释了出来 皮城警长正在和如今 祖安的老大西尔科交涉 西尔科直接将两起案件 推到了野火帮身上 野火帮集结了一群 反对西尔科的人 白他们的老大 其实这是时间刺客挨客 如今金克斯开始研究起 偷来的海克斯宝石 但是小时候金克斯 用海克斯宝石扎死养父 范德尔和小伙伴们的往事 意义在目 研究进展缓慢 魏带着凯特林一路向下 进入祖安黑巷 魏望着久违的故乡 奇绪复杂 之后凯特林被魏 安排到了一家 风月场所掏消息 一开始凯特林 还有点不自在 不过在魏的一番调教下 凯特林很快进入了状态 安排完小蛋糕 魏找到了一个老朋友 到这里魏才知道 如今西尔科 已经成为了祖安的老大 虽然不知道 现在好妹妹金克斯在哪 不过西尔科的左膀 右婢女胖胖经常来这里 也许可以从他那 知道点情报 为了走出阴影 金克斯再次来到了 儿时的游戏厅 随着拳击机器人 再次启动 金克斯挥舞着双拳 比分慢慢逼近魏 但是最终 也没能超越 儿时魏的成绩 只拿到了第二名 不计到这时 金克斯才真正明白 拼命的追档魏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适合远程的他 为什么一定要玩近战 自己还是要走 适合自己的道路 至于作为养父的西尔科 以为自己给金克斯洗脑成功 又是杀死过去 又小的自己 又是摆脱恐惧什么的 其实看似疯癫的金克斯 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太远比你想象的强大 根据线索魏 终于找到了西尔科的 左膀右臂女胖胖 两人一番缠斗 诅使装了机械臂的 女胖胖 依然不敌位 但是当魏 从女胖胖口中 得知如今的好妹妹 金克斯已经成了 西尔科的干女儿 在为西尔科卖命时 一阵恍呼 被女胖胖一个偷袭 还好就在为命悬疑现实 小蛋糕凯特林 及时赶到 开枪将女胖胖赶走 原来西尔科 从女胖胖那 得知了未回到组案的消息 立刻派出手下去抓人 为了防止金克斯 与魏姐妹俩重逢 偏偏瞒着金克斯 不过 哪有什么事 可以瞒得了金克斯 首先从九宝那 套到了线索 接着一个毒气弹 把女胖胖毒晕了 吊起来一顿严刑逼供 女胖胖也真有两把刷子 他知道金克斯的软练在哪里 故意告诉金克斯 是他的姐姐妹回来了 不过如今 魏的身边多了个女职法官 怕是已经取代了他 甚至一阵挑拨 说西尔科知道 金克斯当年怎么害死家人 现在就会怎么害死我们 而如今的魏 身手重伤 一边还要躲避 西尔科的追捕 于是在凯特林的搀扶下 逃到了祖安的贫民窟 这么多年来 在西尔科的领导下 这里的人民生活得太惨了 西尔科就是用生化药剂 微光控制着他们 之前范德尔帮过的 那个老实芭蕉的 眼睛小哥走了过来 他带着凯特林 去买了点止血药 总算是让魏止住了血 但是 随着西尔科的到来 最终在微光的诱惑下 眼睛小哥还是出卖了魏 不过关键时刻 魏几拳摧毁了 摇摇欲坠的建筑 趁机逃脱 但是就在这时 魏看到了金克斯 释放了信号弹 原来曾经魏向金克斯承诺 无论他在哪里 只要点燃信号弹 姐姐都会找过去 如今姐妹团聚 金克斯与魏重归于好 但是就在这时 塔特林出现在两人身后 一瞬间金克斯 想起了你胖胖的话 瞬间精神错乱 以为魏也是冲点 海克斯宝石来的 直接掏出武器 就在这时 野火帮突然袭来 金克斯与魏 下意识地联手对抗外敌 不过很明显 野火帮的目的 才是海克斯宝石 在他们得手后立即撤退 此时的金克斯杀红了眼 混乱中尉被野火帮打 殷带走 一瞬间金克斯 仿佛回到了 当年未抛下自己的时候 与此同时 皮层这边 维克多口吐鲜血 阴倒在了实验室 和守护者杰斯 凭借着海克斯科技 走上仕途不同 搭档机械先驱维克多 依然埋头研究着技术 而且维克多发现 海克斯科技的符文 会思考有适应性 在他们相反的研究方向 利用符文矩阵的自由组合 就能组成不同的魔法 但是 未知的领域 也会伴随着未知的风险 至于杰斯刚当上议员 工作进行的其实并不顺利 为了海克斯飞门 乃至海克斯项目的安全 杰斯在调查的过程中 发现了不少利益 交换了灰色地带 杰斯大刀扩斧的改革 是直接影响到了 议员家俘们的利益 杰斯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和其他议员的关系 越来越糟糕 直到议员黑姐 给他上位生动的一刻 一边是杰斯在愉快地上着课 一边是好搭档维格多 为了研究内道吐血 另一边是青梅竹马凯特林 勇闯地下城 不过随着维格多的一滴血 被吸到符文矩阵中 为他之后成为机械仙区 买下了伏笔 在维格多还小的时候 他在左岸的老师 炼金术时辛吉德 培养了一只稀有变种李奥 但是李奥时日无多 辛吉德为了给他训命 在他身上插满了管子 看着李奥痛苦的表情 维格多不理解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今 时日不多的他终于理解了老师的做法 于是再次来到左岸 拜访了辛吉德 之后维格多用自己最后的时间疯狂实验 果然 很快维格多发现 符文矩阵居然会对有机物质其反应 这很可能会成为增强生理机能 延长寿命的关键 换言之继续研究下去 也许可以治愈维格多的疾病 但是 当大发明家黑莫丁格教授 知道了维格多的研究 黑莫丁格大受震惊 他觉得这和毁灭过无数城邦的邪恶种子一样 继续研究下去会酿成大祸 不过 如今同样身为议员的守护者杰斯站了出来 为了自己的好兄弟 他与恩师黑莫丁格站在了队里面 甚至在议会上 动意让黑莫丁格提前退休 如今 在议员黑姐的助力下 杰斯早已和其他议员的另一集团 绑定在了一起 杰斯动意其他议员纷纷举手表决 就这么全票让皮城创始人黑莫丁格下了台 时间四哥艾克单挑抱走罗莉金克斯 最终金克斯自爆 两人同归于尽 原来当魏和凯特林探入祖安 艾克就嘲笑地跟踪着他们 当魏与金克斯时隔多年姐妹相认时 艾克率领的野火帮突然出现 不光夺走了海克斯宝石 还将魏打晕炉走了 毕竟时隔这么多年 作为野火帮的老大 艾克集结了一群反抗希尔科的人 原本他以为魏早就死了 但是如今魏突然出现在祖安 还带着一个皮城与剪光黑象 完全分不清魏到底是敌是友 只能抓了再说 不过随着养人重逢 很快化解了矛盾 戴克告诉魏 这么多年来 成为祖安老大后的希尔科 是怎么让黑象的人染上微光 控制他们的 如今祖安人民生不如死的罪可祸首 这是希尔科 而且艾克觉得 如今任贼做父的金克斯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那个他了 金克斯这边 刚和姐姐未团聚 魏就又被掳走了 瞬间精神再次失常 大喊着我没失去他 他是被掳走了 但是在金克斯脑袋里 另一个声音在告诉他 我也很在乎那个皮城小女警 多年来的心理创伤 一瞬间 金克斯被极度仇恨推逝了 金克斯质问希尔科 为什么早就知道姐姐未活着 却要瞒着他 至于希尔科 是又一次用花言强语 谋问了过去 说着为何凯特林 是回来找水晶的 根本不是来找他的 只有自己才是金克斯的家人 其实希尔科在带地里 已经再次和皮城警长勾结 封锁了连通皮城和祖安的桥梁 为的就是让魏和凯特林 没法回去 虽然皮城警长 与希尔科勾结的事 杰斯不知道 但是如今封桥杰斯 还是默许的 而这一封也拦住了 杰斯的好搭档维克多 原来刚巧这个时间点 维克多拜访了他在祖安的老师 烈金术士星吉德 得到了生化药剂微光 当杰斯在桥上看到维克多 很生气的说 你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去底城 底城人都很危险 不过此时的杰斯 或许已经忘了 自己的好搭档维克多 也正是来自底城祖安 自从杰斯当身为议员 做了很多事身不由己 比如将自己的老师 大发名家黑莫丁格 提前退休 也让他内心备受煎熬 还好 在杰斯身边 还有黑姐的陪伴 黑姐觉得祖安的人 也许已经知道 怎么利用海克斯宝石了 她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杰斯和维克多他们 也应该为了皮城 利用海克斯科技 制造武器 虽然这个建议 明显违背了 海克斯科技的初衷 但是如今两城的局面 让杰斯陷入了沉思 凯特林觉得 这一切都是误会 如今造成两城局势 如此紧张的原因 这是那个海克斯宝石 凯特林希望 艾克交宝石还回去 而这也是消除 两城误解的最佳时机 凯特林的一番 反思肺腑的话 打动了艾克 于是艾克决定 跟着凯特林前往皮城 亲手交还海克斯宝石 沿通皮城和祖安的桥上 为何凯特林拥抱告别 而这也被远处的 金克斯看在了眼里 心中的极度再次涌现 不过理性告诉他 他俩只是抱一下道个别 于为告别后 艾克跟着凯特林 继续向前 但是就在这时 劈身警长拦住了他们 随着艾克亮出海克斯宝石 警长直接一枪打倒艾克 当要对凯特林下手 金克斯引爆了一大群 机器昆虫 警长等人当场阵亡 未听到动静 也满赶过来 没想到当他搀扶起凯特林 就面对面碰上了 过来回收宝石的金克斯 一瞬间 心中的恶魔再次觉醒 发疯的金克斯 冲入对面就是一阵扫射 这时艾克再次帅气登场 单挑抱走罗莉金克斯 这场对决实在太帅了 要知道这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 当年可是一起在黑象长大的玩伴 如今拳掌相像 被晋身的金克斯果然不敌艾克 但是就在挥舞着拳头的艾克 迟一之际 金克斯选择了刺爆 同归于尽 不过在自爆的时候 艾克用棍子把手雷敲出去了 金克斯得也游了一口气 而艾克则跳跷摔动了腿 游入到底层的大发明家 黑莫丁格捡到了动弹不得的艾克 两人一见如故 艾克将黑莫丁格带到了他们的基地 作为大发明家 黑莫丁格感叹艾克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完成了如此宏伟的发明 而之后 在黑莫丁格的加持下 艾克也将完成他的时间装置 成为真正的时间刺客 至于冰死的金克斯 被西尔克带到了炼金术士星吉德纳 面对悬殊的敌我差距 为何凯特林只能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金克斯被西尔克带走 而且最关键的是 那个海克斯宝石也被西尔克一同拿走 两人只能先回到了凯特林的家 那边金克斯忍受着伤痛在滚门关徘徊 这边为何凯特林躺在床上互相慰戒 为回忆起小时候的金克斯 他们也像这样一起躺着 或许到现在凯特林真的在慢慢取代妹妹金克斯 在他心中的位置 未来守护者杰斯能够凭借海克斯宝石 开启海克斯科技新纪元 到后来成为皮城议员 再到后来在皮城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杰斯每一次成长 都离不开皮城议员黑姐的帮助 也正是黑姐给了杰斯一个证明自己的夜晚 才有了爵斯如此的成就 而随着黑姐的母亲横跨半个大陆来到皮城 我们才知道 原来黑姐名叫梅尔 居然是威名震惊的强大帝国洛克萨斯的公主 从小梅尔的母亲就教育她 到想在这个世界立足长远 不仅得学会做狐狸 还得学会做恶狼 面对救亡庭象征的女人 梅尔觉得发配边疆就够了 但是她的母亲却当着她的面手起刀落 言传身教 恶狼不需要人死 母亲眼中的梅尔太过软弱了 最终梅尔惨遭放逐 而这一晃就是十年 但是如今梅尔她妈来到皮城的真实目的 其实是看上了皮城的科技 这个女人希望皮城和祖安开战 而且她还找上了杰斯一顿计较法 说她没有足够的本事应对眼下的危机 然而实际的原因是 梅尔的哥哥被乌鸦杀了 对手的财力军力又远在他们之上 要想翻盘可能依靠皮城的海克斯科技 是唯一的办法 再打开来保住自己的家族 就算战火滔天也在所不惜 沿通皮城和祖安的桥上 战后的惨状让杰斯忍不住狂吐不止 而这也更加坚定了她要用武力来解决这一切 不过关键时刻 黑姐梅尔拉了杰斯一把 她觉得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战 她和议会其他成员一致决定 去和希尔科谈判 未很失望 她认清了皮城和祖安 上城和底城就像油和水 根本仍不到一起 她与凯特林告别 找到了正在独自打造武器的杰斯 杰斯想让希尔科恶有恶报 恶愿愿意助她一臂之力 于是 未顺理成章地得到了专属武器 阿特拉斯拳套 和拿起莫丘力之水的杰斯 一起把希尔科在底城的制药基地一锅端 在这里 未完美地展示了一下 阿特拉斯拳套的威力 而杰斯也切换着武器形态 让敌人成了场莫丘力之炮的威力 但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杰斯 从来没有真实感受过战争意味着什么 当杀红眼的杰斯发现 他杀害的对手居然是个孩子时 他动摇了 最终在杰斯切身感受战争带来的伤痛后 他选择了收手 而他的搭档维克多从老师辛吉德纳 得到了生化药极为光后 海克斯核心的研究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原本残飞的腿居然开始机械化 扔掉拐杖狂奔的维克多 内心是无比喜悦的 但是随着他更深入的研究 海克斯核心开始失控 他的助手居然被炸成了粉末 望着助手写给他的感谢信 维克多懊悔不已 于是他狠下心来尝试摧毁核心 但是此时的核心几乎和他成了一体 维克多失败了 虚骚的维克多意识到海克斯核心 正在一点一点侵蚀他的身体 直到如今他和杰斯才明白 丁沃丁格一开始就不支持 这项实验的良苦用心吧 如今的杰斯已经体会到了两层和平的重大意义 他和希尔科进行了一次念谈 希尔科提出了通商航行免费 特设底层犯人 听说海克斯绯闻不受限制 实行自治等要求 要知道这些权利 可是他和范德尔毕生都希望得到就得不到的 结果杰斯居然为了避免战争 居然一口答应了 不过唯一的条件是 他必须交出金克斯 在范德尔的雕像前 希尔科感慨万千 如今唯一让他迟迟下不了决心的 也是他对金克斯的爱 至于魏和杰斯分道扬镳后 独自来到了祖安的黑象酒吧 在这里找到了忠心不二的女胖胖 两人再次展态了生死对决 最终为依靠一个防反 秒杀了女胖胖 皮城的异会上 杰斯宣布了希尔科提出的条款 为了避免战争 其实他们没有选择 但是与此同时 重生的金克斯 做出了一个更疯狂的举动 在范德尔被杀死的地方 他绑架了魏 绑了希尔科还抓来了凯特林 他要和希尔科清算 要魏亲手杀死凯特林 不过就算金克斯做出这么出格的事 希尔科依然没有怪他 因为他打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把金克斯交出去 希尔科让他杀死凯特林做了两段 魏不停地尝试唤醒金克斯 就在这时 戏剧化的一步出现了 希尔科也挣脱了束缚 举起了之前金克斯的那把武器 金克斯一个条件反射 直接开枪射杀了希尔科 这时金克斯才缓过神来 握着希尔科的脸颊 哭着说对不起 最终已经没有什么 能阻止战争的到来 金克斯朝着皮城的方向 就是一发超纠级死神飞大 直接衔接第二剂 是一发超级死神飞大